全国导演告诉我们,人们眼中看到的往往是表象和假象。 欢迎收看小陈电影,本期要分享争议电影《流连飘飘》。 该片从两个港飘少女的视角切入,讲示了上个世纪末的港飘狂潮下, 光鲜背后不为人知的心酸和残酷。 文字作者是大美女葫芦。 阿芬是来自深圳周边乡镇的普通少女,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她的爸爸腿脚残疾,常年在香港做生意,赚钱给家里盖了一栋自建房。 为了全家团圆,爸爸很早就计划让一家人偷渡到香港定居。 阿芬对香港充满向往,她认为到香港可以一家团圆, 还可以学英文,去戏院看戏,到山顶欣赏美景。 然而成功偷渡到香港后,阿芬才知道,现实与想象的大相径庭。 香港的血木和华丽,与底层聘明毫不相干, 他们一家只能挤在一间挨向我的房间里, 爸爸的生意只不过是百路边摊,根本不够维持生计。 为了贴补家用,阿芬的妈妈去酒楼打黑工, 阿芬和弟弟则在后巷包附近的饭馆刷碗, 每天妈妈会冒着风险从酒楼偷拿点水果,算是一家人家餐。 老旧的小巷鱼龙混杂,住着各式各样的人, 有阿芬这样的偷渡客,也有本地的街头混子。 阿芬一家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和谁都不深交, 但一个租客吸引了阿芬的注意。 那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女人, 其尖发染着时髦的颜色,身材亮眼,气质神秘。 她每天平凡进出,偶尔会带回一些陌生面孔的男子。 她只说粤语,但口音别搅,一听就知道不是本地人。 这个女人确实不是香港人。 她叫小燕,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受东北下岗潮的影响。 她学了九年的京剧没有用武之地, 只能选择南下深圳谋生。 没想到她在深圳也毫无出路, 因此不得已下,她经人引路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护照, 到香港做皮肉生意。 这样的人不少,他们被香港本地人称作北姑。 而出卖身体的同时,小燕也封闭了自己的灵魂。 她每天过得像个机器人, 在一家餐馆和一堆同僚等着上头派活。 回家休息吃饭时,突然来电话, 她也会立马扔下饭盒去往交易的酒店。 为了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多赚点钱, 小燕不停地接火, 她每接一个,就在本子上画一横, 算下来一天要接三十个客人。 捧着最后一点尊严, 小燕接客时会在身上寄一根红线, 寓意着自己并非近身。 而每接完一次客, 她都坚持洗澡, 因此她的脚脱皮脱得厉害。 客人总爱协调两句, 问女孩从哪来? 小燕用撇脚的粤语回答, 湖南、四川、上海等, 哪都说, 就是不会提及自己真的故乡。 一段时间下来, 她说的最顺溜的一句粤粤就是, 老板,多给点小费咯。 香港的夜夜喧闹繁华, 霓虹灯闪耀璀, 街道上人声鼎沸。 小燕身在其中, 却信无归属, 因为这个城市只容纳她三个月, 却埋葬了女孩的抱负和灵魂, 她只在生意好的时候, 花点钱买分香港的日历, 日历上印着的各个景点, 但她一个都没去过。 小燕的舍友们也是北姑, 从哪来, 每天接多少课, 为什么干着活, 是他们之间共有的话题。 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们在彼此面前倒是难得地放松。 小燕的舍友年纪都比她大, 有像她这样背景临乡找出路的, 也有为了孩子正读书前的, 他们都羡慕小燕年轻, 活多。 阿芬不知道小燕的工作, 出于对大姐姐的好奇和仰慕, 她总是偷偷观察对方, 因为小燕总是独来独往, 也不和谁走得近。 阿芬生日这一天, 她爸爸带回一个稀罕物, 大的像西瓜, 浑身长满刺儿。 爸爸说这是果王, 叫榴莲, 十几块一磅的, 贵得很。 一家人围着破开, 臭气熏天, 没人愿意吃。 在爸爸的要求下, 阿芬勉强吃了一块, 味道可怪, 也可甜。 因为每天打招面, 又是大陆老乡, 阿芬和小燕渐渐熟络起来。 善良诚谱的阿芬, 带给小燕许多快乐和陪伴。 小燕也经常帮着阿芬洗碗, 两个异乡人, 结下了收厚的友谊, 尽管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三个月说慢, 很慢, 说快, 也很快。 小燕在香港待的最后一天, 也是她接客最高纪录的一天, 她要再离开香港前, 多挣点钱。 这天, 她一共接了38个客人。 完工后, 她躺在床上睡到天昏地暗, 还是被电话铃声叫醒的。 此时, 距离她离开香港只剩一个小时, 打电话的是上头派活的, 说有个急活问她要不要接。 小燕听吧, 立刻从床上弹起来, 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匆匆忙忙做完最后一单, 小燕才赶回内地, 电影画面也随之切换。 香港冰冷, 喧闹的闹事变成了东北黄土漫漫的街道, 三轮车在街上呼吱吱地奔跑, 小燕已经回到家乡, 和男友结了婚, 还装修了新房子, 她头发剪短了, 染黑了, 一折肃紧, 和普通的东北女人没有两样。 亲戚街坊都知道, 小燕去深圳做生意赚了大钱, 风风光光回来了。 小燕父母为了炫耀, 他们让女儿花两千块在饭店大白宴席, 请各路亲朋好友吃饭。 席间, 有个在歌舞团工作的表妹 想一块去深圳做生意, 小燕表示自己没想好, 还不一定会回到深圳, 此后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在香港做北姑的那段经历, 小燕不愿再想起, 偶尔过去的老东家会时不时来电话, 问他愿不愿意回去接着赶, 还说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以赚, 小燕哪有心思听, 只能违缓回绝。 如今, 小燕到公婆家做客, 公婆都对她客客气气的, 甚至客气得有些梳理, 可问题在于, 丈夫和他似乎没了共同话题, 因为按相礼相亲的说法, 夫妻俩一个发达了, 一个还没找到出路, 已经不搬配了。 离开东北的这些光景, 到在返乡, 小燕觉得很多东西都变了, 这是始料未及的, 因此她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茫中, 她本打算租个门店做点正经生意, 却迟迟没有拿定主意。 小燕在东北的朋友, 几乎都是细校的同学, 大会儿约着回细校, 又聊起了当年上学的事, 可现在没有人愿意学系了, 细校空荡荡地被人气。 从细校出来, 几个年轻人在铁轨旁奔跑, 跳跃, 肆意呼喊, 火车呼啸而过, 像他们的青春一样, 奔驰着一去不复返了。 没多久, 小燕和丈夫就决定离婚, 办理离婚的登记员反复劝说, 两人皆没有丝毫动摇, 他们坐在相近的两张椅子上, 像素不相识的没路人。 办理过程中, 香港的老东家又打来电话, 小燕慌不择己, 手机都摔到了地上, 几天后, 他就把手机号码给换了。 父母对他草率的离婚自然诸多怨言, 但小燕却不以为意。 前夫不思进取, 整天在歌舞厅私混, 比起两人将就过日子, 他独生一辈子又何妨。 也因为在香港待过, 小燕虽然是见过外头的世界了, 有些东西已不再那么重要。 这天, 小燕收到一份取舰通知, 让他去邮局领包裹, 工作人员抱怨他来得晚, 包裹里的东西都发臭了, 小燕把包裹领回家, 打开才知道, 里头是一颗榴莲, 还有一封信。 小燕爸妈从未见过榴莲, 都嘖嘖称奇, 说这玩意儿像个大地雷似的。 信是阿芬寄来的, 原来阿芬是偷渡到香港的。 小燕离岗没多久, 他们一家就被警察逮住了。 除了阿芬爸爸有居留证可以留港外, 他和妈妈, 弟弟都被遣送回了内地。 阿芬在信里说, 其实他欢喜会去, 因为深圳才是他的家。 前些日子他生日, 爸爸带了几个榴莲回来, 他立刻想着寄一个给小燕, 因为榴莲是他对香港的回忆, 小燕也在回忆里。 时至春节, 家乡很热闹, 小燕的几个细校同学 宠邀在零花晚会上表演节目, 他们在台上表演唱歌和杂耍, 观众席上掌声如雷, 小燕也跟着一起分离较好。 晚会结束, 小燕带上榴莲和朋友们聚餐, 大伙儿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榴莲。 他们说这物虽稀罕, 但味道实在难闻, 样子也难看, 每个人都谦让着, 谁也不愿伸手拿一块。 小燕只能把榴莲带回家, 可爸妈也不愿吃, 于是这个榴莲成了她的专享, 就像那段见不得光的经历和记忆。 取着阿芬寄来的榴莲, 在香港恍如隔世的时光又分之踏来, 万般滋味涌上小燕的心头, 她曾十分憧憬外面的世界, 憧憬深圳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总觉得那里充满无限的可能和希望。 可当她身处其中, 才知自身的渺小和无奈, 因此她又向往老家, 可回来以后却变得有些水土不服。 那些物是人非, 是时间的流逝, 欲惑社会的变迁, 她不明白, 抓不住, 也不得解, 毕竟她也改变了。 下雪的东北格外平静祥和, 小燕到歌舞团找表妹, 才得知对方已经南下深圳。 几天后, 小燕又在车站送走了几个决定南下闯荡的朋友, 他们的经历会有所不同吗? 还是说, 这只是新一轮的轮回呢? 此时, 故乡依旧沉浸在过年的写情中, 小燕却心中怅染, 延续生活就像榴莲一样, 闻着臭, 吃着香, 各种滋味, 只有自己明了。 影片最后, 她试着捡起自己的老本行, 站在街头简陋的舞台上唱金举, 一切似乎是回到原点, 却又是一个可以展望的新起点。 小燕和阿芬的故事, 是二十世纪末被时代和生活的洪流冲刷的普通人的缩影, 他们在社会的浪潮中随波逐流, 负重前行, 现实虽残酷, 却不无希望, 就像有人能从榴莲的臭味中去除甜蜜。 好了, 感谢收看小真电影,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